我是許家瑋 我的職業是製作人跟配樂師 主要是在讀音樂圈播報 我自己本身大學是讀英文系 後來壽司我來讀配樂 現在才開始做音樂 現在大家幾乎是學生 我想請問有人讀過音樂系或者是音樂版 有想要走音樂的話 就是 對對對我剛剛有聽到 但是我一直覺得我的養成很奇怪 我覺得我是被卡在普典音樂跟電子音樂 還有流行音樂之間的一個人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說 就是後來我自己怎麼找到我的定位 因為我覺得做藝術的 尤其是音樂我覺得最難的就是 我覺得很難有一個很專業的養成 然後你也會很難知道市場要什麼 或者是你自己喜歡什麼 跟你撞不撞會得到錢 跟市場喜不喜歡你 是三件完全分開的事情 對然後好 那我先講一下我的 對是他 我其實應該是從大班開始學鋼琴的 然後小時候也很皮啊 就很討厭練鋼琴 大家應該都有練過啊 然後就比如說要練鋼琴的時候 就會被關在鋼琴房裡面 然後就覺得很煩 然後就爸爸爸爸 然後就會覺得不知道幹嘛 然後就是左右手開始爬一間 然後看哪一隻手爬比較快 然後就完全不想要練鋼琴的意思 然後而且又要兩隻手一起 然後就很難 然後小眾就覺得這是什麼東西 就很討厭 然後到後來 到 只到有一天就是 我老師覺得我好像進步了喔 然後就突然 就冒出這樣 就是 這是我第一次用Keynote的 所以很開心 就調了一些奇怪對象 只到小眾名曲的時候 我在想到 就是 為什麼有選舉可以寫那麼好聽啊 之前都是那種 然後就懂了米媽騷 稍稍稍煩米人董地董 然後 就是怎麼聽都是一樣的 然後才發現說 原來可以寫作好聽的東西呢 就是 好像有點愛上古典音樂了 對然後 其實但我最愛上是有一次去剪音樂的時候 聽到這首歌 聽到這首曲子 不好意思要讓你們再看一次 就是 我米騷子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如果有練過鋼琴的話 應該都配手提出過 我音量會轉比較大聲 所以如果那裡被轟炸的話 你可以 覺得太大聲可以忘記 對啊小時候會覺得這首歌太神了吧 然後就覺得 真的很好聽 然後 所以從那個時候 突然開始很愛 很愛彈他自己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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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本來都 處於很被動 經常就是 老師要我彈什麼 就彈什麼 然後回家也不練 然後從那個時候 我自己就開始去買 買土啊 或者是怎麼樣 那時候大概是 國小吧 然後就是自己去看土 所以再來要幹嘛 然後我覺得 做的樣子很奇怪 就是因為我現在是做電子音樂 然後大家就會去做什麼 啊小學那個誰很屌啊 什麼 啊你那時候有聽別人跟我說 什麼 然後我那時候聽我答對 然後大家就覺得你到底在幹什麼 對啊 然後反正那時候 開關就被打開了 然後 我覺得那時候 找到了一個 就是我覺得最壯的是 我開始感覺到 飢渴 那那個飢渴 這個又是一個 我不小心 做太久的動畫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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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一直知道 我自己想到什麼 像 彈鋼琴的時候 你們小時候會不會突然踩到那個 煙音塔盤 就覺得說 哇這超好聽的 然後就開始亂按 然後就知道說 我很喜歡 很喜歡煙音塔盤 然後什麼東西我都不想放 就是我一定要踩煙音塔盤 然後腳就是不會放 然後我就知道 我很愛那個聲音 然後我就一直去找 沒有就用這種聲音 彈出來很好聽的東西 然後 但這個追尋的過程 有時候是會失敗的 所以 爸爸也就想到 然後他既然我找不到我自己來 我自己寫 然後後來我就會自己在網路上寫曲子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卡龍超紅 國中的時候 不是 到處都會賣卡龍的書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把卡龍拿來桿 然後自己 就自己再把它放到網路上 你打他 然後我就開始慢慢 這應該是我認識 電腦音樂跟創作的過程 因為那時候 有一種很有名的網站 叫做婷婷的 剛請我 我不知道大家 對 對 其實我再也追過他們網族 然後 還蠻有意思的 然後我們 所以我那時候就很了解到 我在音樂裡面 對於聲響的追尋 就是旋律還有架構還有空間的 就我很喜歡很喜歡作民曲 就是因為作民曲 他有分 他覺得要再看一部電影 他會先跟你講 電影的主題是誰 就A跟B 然後中間就會有那個什麼 他們 他們在吵架 A跟B Conflict 然後Conflict完之後 他們最後兩個人會再重生一次 然後就是 會用不一樣 然後重生過後的樣子 再見到你一次 然後我就覺得 聽這種音樂 帶給我的 講感都有點太文氣了 就是 就帶給我的那種 Catharsis 這更文氣 Catharsis就是像 比如說你看完你出去 你會覺得有種 心靈獲得洗滌 有種好像 心裡面有一個馬桶被衝乾淨的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 聽Solala的時候 特別有這種感覺 那聽流行樂如果 就太好了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是 推在這個 就是聽流行樂 上面自己放 哇 然後這是我 第一次用鋼琴 就第一次用電腦寫出來的群子 然後 他就可以在上面放 然後大家可以去下載 然後這個音量都比較好 然後 我現在看看好懷念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用音樂賺錢 因為那時候寫音樂後來就有人認識 然後他就給我一張CD 然後他就說裡面有一首曲子很喜歡 但是他就是不知道怎麼來 然後就好幫他聽 然後我就聽了之後 就是這樣把他寫出來給他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欸那時候 其實在音樂上獲得 就是那種資本主義的成就感 就是耶 這是他媽可以賺錢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說 欸好 但是應該可以認真我 然後 但那時候認真玩下去之後 因為其實我也很喜歡電 音樂跟音樂 然後那時候一直聽到說 自己到底要讀什麼 然後 就 莫名其妙的狀況 人家就選英文 所以後來大學 我去讀英文的戲 然後反正就是我最愛 就是 像我就很喜歡音樂 你那個空間感 所以像 其實很多其他首都很喜歡 這也不是很多 玩音樂 你們應該都踩reverb才會被罵過 就是reverb就是一台 做空間式的機器 就踩下去 你彈的東西就很有空間的感覺 然後 通常就是 像彈到進來就是會 一定會踩鹽 你那個意思就是reverb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認識了這個軟體 這個軟體叫做 那個什麼 Logic 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這是他的上一代 然後 我那時候就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 用這個軟體寫出來的 然後 我那時候就理解到說 其實有很多東西 電腦是做出來的 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這兩件事好像黏在一起 就是我對於電腦跟音樂的熱情 然後 所以我就開始很認真地研究這些軟體 然後看怎麼樣 自己 自己用電腦來做出音樂 然後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像 好萊塢很多的那種 就是 預告片的那種 就是 然後小提琴都是假的 也不能說是假的 就是他是用電腦做的 就是 他先錄一個音 就一個一個音錄好 然後進電腦之後 他電腦那個人在用鍵盤彈 然後再把它彈出來 所以他其實不是 真正用管弦樂團 就是一次拉彈你出去 之類的 他是進電腦之後 那個叫聲音樂 然後他這樣聲音 去一個一個一把他叫出來拉戲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發現說 就是 這個又有點像 我很便宜的歌 就是我很喜歡 就把東西撿來撿去 然後到後來就很想 就比如說 自己做SIMO 然後自己把它撿來撿去 然後 把他耳在鍵盤上面 然後就 然後就 自己唱歌 對 然後 接觸到這個音樂之後 我就開始對 那個樂團 那有興趣 就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後搖 就是 後搖滾就是 沒有主唱的 流行音樂吧 然後 他 也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他每一首歌 差不多都是五點音樂 都在八分多四個 然後是有架構在 所以那時候我就加入 我現在的樂團 然後就說 兩小時 然後 那時候 那時候 就又再發現這個軟體 叫Next Stage 如果你們有麥克風 應該都有 然後就是 你可以用電腦 他電腦裡面都有一些音色 然後你按下去之後 它就會發出音色 然後你也可以 就是外接一台 就是鋼琴鍵盤 然後那台鍵盤 是完全沒有任何音色 它就是很像一個搖桿 去觸控人家的聲音 然後到時候就覺得 欸 這個很妙 因為之前去表演 都會覺得說 自己應該要買了很重的keyboard 然後這樣拉過去 像住廠的人通常都是這樣 因為 就是這樣比較好便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喜歡電腦 這樣的話 可以做很多事 譬如說我彈到那時候 我可以突然播音樂 或者是我自己開始聲音 會打巴巴巴巴巴巴 這樣叫 那就覺得很酷 然後我就開始做樂團 然後像這個就是 之前 在表演的時候 你們看就是 這條USB 就是連來這台鍵盤 然後這台鍵盤很笨 很笨 真是沒有聲音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覺得 欸這個很好玩 然後就繼續玩下去 然後我們樂團 之前有幫就是 金馬影展之類的 做配音樂 然後就上風去音樂 然後這在花三輩的事情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就是 這一種音樂就是我想要在音樂上達成的目標 就是 如果用現在的音樂器來做 固定音樂已經做出來的事情 然後 你把它加工來到 就是現在的音樂 然後大家可以聽到我那時候小時候很感動 但這就是 就是 就是我在音樂上追尋的事情 然後這首歌叫 《登山人》 因為我們都是 都很喜歡刻畫 很喜歡心機大量之類的 然後這首歌在講說 有一群 那個 有一群人就是 他們把他的星球自己毀滅掉 然後 他們就坐太空船跑走 然後他們在太空船上 看著自己的家鄉慢慢毀掉 然後跟那個時候的 甚至北京也有關係 那時候就是太陽花 那時候 然後我們就一直覺得 台灣是不是回不去啦 就是 好像我們就會這樣 因為錢的問題 然後他們被對岸吃掉 然後 他對我們國家怎麼堅持之類的 我也就這樣消失 然後我們就想要 而且我那時候要出國圖書 然後我們想你幹 我幹你出國圖書之後 台灣過來就已經變成台灣生 之類的 我就覺得很恐怖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寫了一首歌 就這樣 對 然後 所以 在那個之後 我們在音樂上的追求 就是慢慢變成說 就是 因為我們 就是 除了我之後 我的團員也有學過古典音樂 然後我們就覺得古典音樂很棒 它特別在哪裡 就是我們想到的結構跟旋律 然後 到後來我們就開始 就在嘗試更多奇怪的東西 像是 我們後來有嘗試做回旋圈 對 對 從外線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寫了一首歌 叫德布希奇話 就是我們想要讓音樂可以很視覺化 就像德布希一樣 就是讓音樂很視覺化 呈現在你面前 然後我們就寫了一首回旋圈 然後回旋圈的意思就是說 一首歌裡面 主旋律會出現很多次 如果讓流行音樂的角度來講 你可以想那個 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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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就一直打在你面前 一直這樣聽到的感覺 然後 像 這首歌的主題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你應該這樣聽到 我看你 就是 我看你 一直都發手發手發 然後我們 就是一直都要跟他 從來沒有不想 param 像剛剛是四拍,然後我們現在就是把腳趾上來 然後慢慢的二拍,一直在那邊 然後最後到 剛剛這裡是五拍,我們就是想要在節奏上做一些變化 然後旋律這裡就是 對,然後所以就是我們很喜歡在音樂上做一些小小的變化 然後這裡又回到四拍,但我覺得夠然硬是兩個都 然後之後我們就開始幫一些影展的浴稿店配對之類的 然後再用麻煩計劃 因為後來我其實一開始也不太清楚 就是音樂可以怎樣成為一個職業 但是我覺得這個已經不是最重要的 像我覺得剛剛大家都講很多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在你們這個階段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真的是不要怕失敗 就是失敗跟成功並不是一件 就是你們需要擔心的事 我覺得就是用力去做你喜歡做的事 甚至你喜歡迷藍,你喜歡在旁邊睡覺 這我覺得就是 你要做什麼事你就是用力去做 你要打電動你就整天打電動 你要做音樂你就整天做音樂 就是我覺得你要在那麼用力擴握中 你才會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或討厭什麼 然後你也才會知道說 就是怎樣下去的時候 這才是你會喜歡的 然後對啊 所以就是你要追尋你感覺到飢渴的事 因為這才是我覺得人真的動力吧 不然像是 像是我自己就知道 我絕對不能當上班族 因為像在高中的時候 高中後來結束的時候 拿到那個成績來他們上面寫 我吃到四十二十七十 然後我就知道說 欸 就覺得不行 結果當上班族 一個人應該就歪掉了 對 然後另外在創作上 我覺得就是 絕對不能停止吸收跟創作 像創作我覺得就很像在下蛋 但是如果你要下蛋 你也要吃對東西 你才會生出好的蛋 不然就是 突然應該都不停蛋 所以就是 你可能要再多去吸收別人的音樂 或者去看不一樣的劇 或者不一樣的電影 然後讓你有不一樣的刺激 就是你要受到 因為我覺得創作是一件很受到刺激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沒有那個刺激 你也會吐不出東西 像 其實我覺得最容易受到刺激 當然就是愛情 我們在這裡寫很多愛情歌 什麼之類的 但我覺得 還有更多你可以洗手 然後可以讓人有創作的事情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 接受還有承認你的怪異 就 我覺得每個人在某方面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真的不一樣 可以造就你很特別的 對啊 然後 還有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對自己神職 你要對自己神職 你才會知道說 比如說 你真的是很喜歡這件事 而不是因為 就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 你做出來的事情才會對 那你可能因為時間到了 那我現在有點緊張 然後 這是我的網 再用你們的興趣可以看一下 然後 今天本來要分享 就是怎麼樣電腦做音樂 那我趕快幫忙一下給大家看 好 那因為有稍微延遲 然後 然後 通常做音樂 就是電子音樂 大家都是用這個 好 大家出現了 好 大家出現了 用電腦做的很方便 就是電腦裡面都有很多音色 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 或者 你知道怎麼樣使用合成器 你就可以自己塞一顆合成器進去 然後你便 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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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 就好 好 那我直接用 啊 等一下 就好 這樣啊 然後通常 因為 像是 如果你很喜歡reverb 你也可以直接在電腦裡面塞一顆reverb 進去給他 然後你就可以聽到很重很重的reverb聲音 像這種 這種製作方式就是 聽到嗎 然後 當我一開始在做電腦音樂的時候 我其實就很喜歡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自己在 就是臥房裡面 然後就很開心 就自己 唱一個東西機 就好 然後你就可以 因為現在有延遲器 有延遲器就玩不太出來 真的有點抱歉 因為 它現在按下去到 那什麼 到 喇叭段會有一點延遲 然後 如果這樣 那我還是有一點點 這樣 然後 就是 後來 就是讓我最喜歡的就是 我剛好創作上最近很喜歡夜晚 然後 我最近就常常在晚上寫歌 然後寫到早上 然後就是讓我覺得 就是 有一種寧靜感 然後我最近在嘗試 用音樂去描繪 台北的夜晚是怎樣 但也不一定是哪個就是關於城市的夜晚 然後 大概就這樣 然後 不然就看一下大家對電腦應用 有什麼問題 如果要問哪個可以先來自己 對 對 就看一下 看出嗎 對 就是那個 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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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是一個 就是柏林 柏林發明的軟體 然後它還蠻 就是很多音樂人都會使用這軟體 因為 它表演跟 它表演跟那個 製作人可以合在一起 對 對 按一下 名稱 按一下 按一下 對 按一下 那對 Live 它就叫Live 然後那家公司叫Apple這裡 然後這是很多 就是電子音樂人會使用的軟體 因為 你可以就是在一個裡面寫好一個音樂 然後另外一個 你寫好音樂 你可以按一下音樂 就會兩個一起播出來 然後就是 所以這樣你還可以切換來切換去 就有不同的感受 對 然後又有重複性 所以你又可以跳 就在電子音樂裡面還蠻受歡迎的 嗯 嗯 然後還有 有人有問題嗎 現在可以問一下 沒有喔 OK 好 謝謝大家